娱乐低言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低言 近日泰国广马哈瓦加龙宫的贵妃施妮娜 前往仙罗百丽宫购物中心 出席在此举办的泰国产品纤维编织工艺活动 施妮娜穿着一件白色无袖 例领上衣 搭配绿色暗纹长裤 虽然看起来中规中矩 但其实这一身很难穿 尤其是绿色裤子 但贵妃硬是凭借个人的气质 将这一身穿得出财 不过在这场活动中 最吸引人眼球的 莫过于贵妃练措手不及的新发型 此前出席往事公务时 施妮娜还将一头绣发藏着 这次出席活动 她突然将一头绣发散开 大家赫然发现 她的头发已经长到了锁骨位置 这个长度的头发 非常的容易外翻 于是审美再现 施妮娜干脆给自己换了个 时髦的发尾外翻发型 这是贵妃受侧风 以来第一次以长发的造型出镜 这自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泰国媒体们都使用 焕然一新来形容施妮娜的这个新造型 在此次往事公务中 贵妃施妮娜继续以盘发形式的长发造型出镜 她似乎一下子热爱上了长发 但实际上事情远没有你想的简单 我们都知道 泰国的国王马哈 有一个22人规模的庞大后宫团 除了王后苏提达和贵妃施妮娜之外 还有20位不计名分的宫女 实际上即使有名分的两人 在地位上依旧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比如王后可以续长发 贵妃不可以 在泰王位于德国的行宫中 曾住着21位短发女性 如今再去德国的话 短发女性就只剩20位了 泰王已经批准贵妃施妮娜续长发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但泰国王势中被获准续上长发的 大多都是泰王的妻子 比如是立即王太后 比如苏提达王后 而小妾们是不可以续长发的 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在小报上 见到长相雷同的泰王后公团 实际上呢倒不是他们雷同啊 而是被统一要求剪成了短发 乍一看就觉得面目雷同了 至于为什么泰王突然准许 施妮娜去长发呢 去年10月泰王将自己的贵妃施妮娜 单独教育 虽然在10个月后重新召回了她 但这近一年的分离 还是在两人之间形成了个不小的隔阂 为了显得诚意加倍满满 泰王除了亲自接机 还在11月3日 将自己的王室姓氏赐给了贵妃施妮娜 这个姓氏意味着她将与王后一样 享有王室身份以及作为泰王妻子的权利 简单来说呢就是从妾变成了妻 其次贵妃消失的10个多月中 王后苏提达在后宫中以家独大 她与帕公主走得越来越近 帕公主的背后是泰国的传统贵族 玉坤家族 所以明白了吗 即使王后不乐意 泰王提拔施妮娜也是势在必行 在11月施妮娜跪谢泰王赐予自己皇家姓氏 随后马哈向施妮娜施以洒水里 但坐在马哈身边的往后 苏提达显然并不乐意 在施妮娜跪拜时 她一脸冰霜 全神目视前方没拿正眼瞧过贵妃 从最近的表现来看 泰王呢似乎两边都要宠 但细节方面呢还是更偏爱施妮娜一些 不过泰王从来呢就是个性格扑朔迷离的男人 开心时呢他赐你锦衣玉服 不开心时一年都不会想起你 对于施妮娜来说 未来是语是情人未知 当你陷入绝境的时候 除了同情的人外 也有落井下石的人 当你风光的时候 除了羡慕的人外 也有很多嫉妒你的人 施妮娜贵妃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啊 由于施妮娜得到了国王的信任 委派她出席各种活动 让她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机会增多 加上施妮娜贵妃不拘小节 人谦和很受欢迎 风光无限的施妮娜贵妃 其风光盖过了后宫所有嫔妃 一时之间呢 引起了后宫嫔妃对于施妮娜贵妃的各种议论 最开始时 施妮娜贵妃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也都是一笑置之 她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她 她只知道自己在为国王分忧解难 为君王排忧不仅是一个臣子 也是一个嫔妃应该做的事情 可后宫嫔妃们并不这样认为 都觉得施妮娜贵妃如此卖力的工作 识别有用心 就是为了讨好国王 让国王离不开她 让她好独自把持着国王 最终呢 做到侠天子一令诸侯的目的 真是人言可畏 越说越离谱了 施妮娜贵妃一脸委屈 甚至有意无意的向国王 透露自己 不想过多的参与各种活动 以免引起后宫嫔妃的各种猜忌 也许呢 国王也听到了什么风声 拒绝了我的请求 并一细心开导我 说有我为你撑腰 施妮娜贵妃认为 她并不希望真正的 有国王为自己撑腰的这一天 但听到国王的话后呢 还是十分感动的 毕竟国王能理解她的心情 在施妮娜贵妃的印象中 国王呢 很少出头为后宫的嫔妃圣妖 由于后宫历史悠久 在两百多年的历史沉淀中 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立的文化 无论是一个贵妃的言行举止 还是工作范围都有严格的规定 因此国王并不会去教一个嫔妃 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 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无论做什么工作 只要能为皇室带来荣药 带来口碑 就值得去探索 我就是一个喜欢探索的人 也许呢 正是我这样的性格 引起了他人的嫉妒 施妮娜贵妃口中的他人 暂是指后宫嫔妃 施妮娜贵妃的言行 虽然引起了后宫嫔妃的各种议论 但她并不想改变自己 她王室呢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室之一 拥有三百亿美元的固定资产 还在全球有很多投资 真的是富得流油啊 泰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泰王呢 是一位手握十全的君主 泰王已经68岁了 但是人老心不老 她的后宫拥有20多位 貌美如花的嫔妃 三个女人一台戏 泰王的后宫都不知道 构唱多少台戏了 最近泰王是风头震盛的 是施妮娜贵妃 从她赴宠后 经常代替泰王 出席单人公务 佩戴的耳环松针 项眼都配套的 价值不菲 顺妮娜贵妃 佩戴的这些价值不菲的珠宝 都是王太后 是立即的压箱底的珠宝 甚至呢 王太后 把自己真爱的黑珍珠 都拿出来给贵妃 佩戴了 由此可见呢 王太后是立即对贵妃呢 还是很认可的 苏提达往后出席很多重要的皇家活动 佩戴的都是小柯的珠宝 有时候呢 还佩戴塑料花 是立即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的珍藏的贵重珠宝拿出来给他佩戴 由此可见 是立即和苏提达的关系 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么好 是立即出身泰国的名门望族和普密彭国王生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他对唯一的儿子马哈挖杰拉龙公尤其宠爱 马哈从小就不学无术 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红颜知己的身上 当时普密彭想立他的妹妹施灵通公主作为继承人 算施灵通公主呢是女孩 但是他和父亲普密彭很像 有着治国的才能 普密彭离世之后 在施利级王太后的力挺下 马哈才登上了王位 成为了太王 在施利级的眼中 儿子马哈的利益高于一切 不管是谁 只要触及到儿子的利益 他都会翻脸无情的 去年 施妮娜贵妃入狱后 苏提达王后成为了利益最大的获得者 经过一年半的谋划 苏提达的根基已经越来越稳固了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插手了很多事 已经危及到了太王的利益了 施利级生活在皇宫内院 大半辈子了 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 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识过 虽然现在他年事已高 不问世事 但是时局发展的如何 他还是十分清楚的 在苏提达没有触及到马哈利益的时候 施利级可以和他上演一副 婆媳情深的画面 但是如今苏提达的所作所为 已经越过了界限 他就不得不插手 制止这个女人了 施利级深知在马哈的后宫 只有施尼娜能制衡苏提达 所以他就在背后为儿子马哈出谋划策 让马哈释放施尼娜 他才是施尼娜负宠背后最大的支持者 施尼娜出狱之后 他王对她是宠爱有骄傲 不但恢复了她的封号和头衔 而且还把皇家的信誓赐给了她 让她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由妾变期王太后施利级 更是把自己压箱底的珠宝 拿出来给儿媳施尼娜撑门面 在太王马哈和王太后施利级的力挺之下 施尼娜的语意慢慢丰满 已经有了和苏提达抗衡的能力 后宫的女人平时再怎么蹦打 她们都只是太王的手中的棋子 如今施尼娜的形势越来越高调 有些得意忘形 但是她要居安思危 毕竟已经有过牢狱之灾了 要引以为戒 好了今天娱乐第一眼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明天见